有普利女儿之称的演员雷佳瑞 新电影《化解上映》 日前也在普利举办首映会的活动 理发委员马文君以及县院黄世芳 也特别到场参加首映活动 希望相亲也可以来支持普利的女儿 到电影院来欣赏雷佳瑞的演出 雷佳瑞的这个普利的首映《化解》这个电影 那记得在三四十年前 普利有一个演员非常的有名叫张美瑶 那三四十年之后 普利也再度再出现一个普利的女儿 雷佳瑞来首映这个《化解》这个电影 那我身为普利的民意代表 作为化为行动来支持这位美女 让她可以在这个演艺前的四月 蒸蒸日上 电影主演雷佳瑞以及黄冠志表示 电影除了恐怖片的元素之外 还包含亲情以及友情 并且电影结合台湾一些宗教 以及禁忌的讨论 非常值得大家进戏院来欣赏 然后这部电影《化解》 它其实是在讲蛮贴近 我们台湾的宗教信仰的故事 那主要是宣导人 就是不要去乱给八字 不要拜不该拜的庙 然后不要为自己的执念 然后伤害了身边的亲朋好友们 相信大家进戏院支持 一定会感动到你们 除了恐怖的元素之外 宗庙的元素 还有亲情 爱情 友情 然后跟一些喜剧元素在里面 所以我蛮推荐大家可以进戏院 然后一起 一部片可以满足三个期待这样 副与奖排一拳恭喜埔里的女儿 雷佳瑞又有一部新作品上映 除了预祝雷佳瑞新电影 能够取得好成绩外 也希望乡亲们可以多多的来支持 进戏院观看 普林女儿雷佳瑞的精彩演出 记者陈唯一 普林郑采访报道